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从他在几年前的农心杯赛上的精彩表现之后 他已经成为了国内非常优秀的一名棋手 大家对他一定会非常的了解 那连孝是一个今年刚满18岁的一个小将 他在今年的比赛中可以说是突然爆发 那也是连续的三次在重大的比赛中 击败了韩国的第一人朴婷环 足以证明他的实力 这盘棋呢 双方下的也是非常的精彩 连孝呢 猜猜棋风上也是比较的特别 他还有自己这个比较擅长的一门独门的武功吧 我们至于他这个武功是什么 我们先暂时卖一个关子 好 下面我们进入棋局 一起来边看边聊 这盘棋就是双方决赛阶段的对局 黑棋是拖加西 现在的局面呢 是由于在右边阶段的这个战斗中啊 拖加西是占得了一定的这个优势 现在局面是黑棋明显占优 我们看黑棋不仅右边 吃出了一块实地 而且下面这块阵势也是非常的庞大 那目前的局面还轮黑棋下 所以说黑棋优势还是很明显的 这个时候呢 拖加西的下一手是在这跳 这条跳当然很好理解 首先它是 我们说它是巩固一下自己下方的这块这个阵势 那还有一点就是它是间接的声援了 左边的三颗棋子 那这三颗棋子现在黑棋是比较的薄 也就是说是这盘棋啊 目前来说是一个 黑棋比较担心的地方 也是一个未知因素吧 那所以说黑棋这条跳呢 毫无疑问是非常好的一手 这个时候白棋现在就面临了一个难局啊 因为现在它实际落后 而且对黑棋这三颗棋子 暂时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那么白棋是该如何去 想办法去扭转这个局面呢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连校我们刚才说过 他有自己非常擅长的 这个独门武功 现在他就要开始展示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白棋的下法 普通的下法呢 就是因为这边黑棋基本上已经实地化 那么就是考虑怎么去进攻 但是这边啊 如果要是比如说这样飞 那么黑棋就飞出来 因为白棋其实其他地方 这个自身也没有厚到 就是说很强大的程度吧 所以说你对黑棋这块是很难攻的 你要想去破他的眼 比如说走这个 那么黑棋就简单的尖 就扬长而去了 这个目前的实地 白棋肯定是不足的 所以说实战呢 白棋他是下了一招 非常让人可以说打吃一惊的一手 也是充分的体现了这个小将的特点 他实际上是在这打入 这招打入 可以称之为是胜负手 本身也是非常严厉的一手 那么我想肯定是拖下锡在这招跳的时候 他肯定是没有想到的这个一步棋 如果他要想到的话呢 可能这步棋他会再考虑 是不是再更稳健一点啊 比如说在这之前 是不是还是补在这边比较好 也许会有这样的考虑 那么实战呢 既然已经像这样了 这个黑棋就必须要想办法去进攻白棋 因为他这颗棋子啊 这打入进来之后 是可以说是不给对方留退路的一种下法 一种想法吧 那么黑棋如果想去直接的去攻杀他 我们来看一下 黑棋比如说靠这个 这是最容易想到的 那么白棋 这个毫无疑问 他必须要在底下做活 搬 搬 黑棋 如果你退 这样的话白棋飞 这个棋型 大家从这个棋型上来看 已经很明显能感觉出来 是不好杀的一块棋 比如说你挡住 这样白棋 搬了一壶 这个棋已经可以说局部来说已经吃不掉了 那么如果吃不掉白棋 白棋可以顺利做活的话 刚才我们的这个形式判断就等于出现问题了 这个可能形式就会出现逆转了 那么当然拖家系是很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局面的 所以说他没有选择这个变化 我们再来看看他还有什么其他的下法 这个时候首先走这个是不成立的 那么不能走这个呢 实战呢 他是选择了这个肩出来 就是他还是要对白棋这颗棋子吧 保持一定的压力 要去进攻他 因为这个的确是 怎么讲 就是说如果放弃对这颗棋子进攻啊 是很不甘心的一件事情 因为黑棋我们说他已经补了一手了 那白棋还要进来 看上去是很过分的 所以说这个尖也是很好理解 那实战白棋 他是拖 进行腾挪 黑棋扳 白棋顶 黑棋打吃 白棋就粘上 这个棋呢 白棋看上去是一个鱼形 但是实际上他的这个效果非常好啊 因为黑棋如果要是在这种地方长的话 白棋首先这边可以靠出来 其次他这个在底下走 局部来说呢 这个黑棋也是不好杀 所以说实战呢 黑棋是考虑到这一点 就是已经无法阻止白棋出头了 所以说他是选择爬 那么白棋 实战是先靠一个 黑棋扳 黑棋这个扳 可以说是攻击中的一个收获吧 将白棋这块棋封进去 也算是有所得 但是白棋打吃 这个时候呢 黑棋如果长的话 这样的话白棋呢 就可以打吃 然后这个先手虎 非常的舒服 这样黑棋吃 白棋在上面出头 所以说这个黑棋也是不能满意的 那实战呢 黑棋就打吃 白棋提 黑棋长 这个不让白棋在底下坐眼啊 同时也多多少少吧 算是守住了一点这个实地 但是白棋实战这个飞 顺利的出头 那么经过这一个局部的一个战役 白棋可以说是成功的将黑棋 下方的这个模样啊 把它破坏 而且是在黑棋先补了一手的情况下 白棋还是达到了这个目的 我们可以看出 这个联校对于这个局部 做活的能力 这个打入 他是非常有自信 而且是非常有心得的 那么这盘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最后呢 这盘棋是 由于在这个左上角的战斗中啊 联校又出现了一个失误 所以说 最后是托加西还是中盘的获胜了 夺得了这个首届中心银行杯的冠军 不过从内容上来看 联校也是 很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特点 下的也是非常的精彩 好的 那么这盘棋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 进入到下一个环节 好 感谢赵首群武断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 接下来呢 还是要请上王玉辉七段和陈颖出段 所以我们中国小将李清成出段 对阵韩国棋手朴婷环九段 是 这儿我们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李清成 我觉得李清成这个名字呢 可能对于广大棋友来说 相对的要陌生一点 确实李清成他是非常年轻的一位棋手 今年还不到14岁 就是下这盘棋的时候还不到14岁 他是10月20号 10月20号的出生 98年10月20号 非常了不起 这已经是他第三次进入世界大赛的本赛了 是吧 对 而且呢 在这次的预选赛中呢 还是淘汰了朴永逊进入的这次32强之战 赛前呢 王老呢 也说就是鼓励李清成 然后说你既然在 预选赛中啊 能战胜朴永逊 是 那在这个32强中呢 也一定能战胜朴廷环 结果这个结果呢 真的被王老言中 是 朴廷环呢 是一位韩国棋手里非常年轻的 这个一个高手啊 他是在去年拿了这个末代的富士通杯的冠军 那个也是他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去年他拿世界冠军的时候也还不满18岁 他是93年出生 其实本来朴廷环在我们眼里看来啊 就是非常年轻的一位棋手了 结果呢 他这个第一轮抽签就抽到了 比他还更年轻的这个李清成 现在确实年轻棋手成长得非常快 这盘棋也非常的精彩 对 那好呢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盘棋 好的 是李清成的黑棋 新位 白棋二连星 这个小木 然后白棋二连星 手脚 这个布局呢 是这样李清成经常下这个布局 就是可能棋友们对李清成这个名字比较陌生 但是实际上 大概在四五年前的时候 李清成还很小 那时候在道场里学棋的时候呢 我经常会去道场里去讲课 他呢也是属于围在旁边的那个学生之一 您还教过李清成呢 这个因为李清成 他在成长的过程中有很多个老师了 李清成是江西人 他的这个在江西的时候的老师是于平二段 是江西的一位以前的老的职业棋手 后来到了北京呢 一开始又在这个吴兆毅老师的门下学棋 然后我只是他成长过程中的其中一个 那您是怎么评价这个李清成这位棋手呢 计算超快 反应特别快 然后呢 计算的准确性 是我见过的这个少年棋手里 绝对是出类拔萃的 而且呢 他是特别的好战 就李清成 因为他成长得很快了 他在三年前的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 他已经进了国家少年队 他在国家队的这个三楼训练室里呢 跟比他年长很多的 就85年出生的这个彭拳 是在下快棋的时候 他们经常下十秒一步的快棋 十秒一步 对 我看他十一岁 他比这个彭拳要小 要小十几岁了 其实 但是呢 两个人他下十秒的时候 胜负居然差不多 那时候我们大家就觉得 这个李清成 我们都管他叫青仔 就是很爱 很尼称了 非常有前途的小孩 对青仔呢 这个棋下的是特别的好 确实是 力量也是非常的大 这个布局 在我那时候给他复盘的时候 经常看到他下 也是比较熟悉的一个布局 那就是说 是有很深的研究的一个布局了 对 因为对年轻人来说 对小朋友来说 棋下的比较少 年龄在这里 所以他在大赛的时候 肯定会用比较熟悉的布局 我们看白棋挂脚 对 黑棋飞 它就飞了一个 对 这个棋呢 因为这个过程中的变化就很多了 挂脚的时候 黑棋有加工 然后也有飞 也有一些其他的下法 飞这个 飞这个 然后白棋呢 也是有很多种下法 实在 飞进脚 飞进脚选择的是飞 然后李先生在这里选择的是这个加工 这个加工呢 就是也是一步一步的变化到这里的 以前的时候 这个尖肯定是首先被排除的 对 尖这个被白棋这一拆二 这个黑棋的布局啊 就马上被白棋打散了 是 对 其实我们一定要注意 这个呢 虽然是最普通的一个定势 但是在今天的这个局面下 并不适用 因为白棋这个拆二拆的方向啊 特别的好 这个拆二一拆出来 黑棋这个无油角的发展呢 就已经受到了极大的削弱 我们知道黑棋这种无油角 它首先的发展面是这边 其次的发展面才是这边 所以当这一面被白棋限制住了之后呢 黑棋这个无油角就显得效率有点低了 所以这个图是黑棋 无论如何不能考虑的图 所以当白棋飞的时候呢 黑棋有很多种下法 我记得那时候 我记得特别清楚 三年前三四年前 李星成还在这个各个道场里学棋 学棋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主要是在葛玉宏道场里 我们这个跟他摆棋 他研究的最深的是这个变化 他研究的特别深 我跟他都学了好几招 你别看他那时候的年纪小 好多的这种定时长的招 他自己能琢磨出来 然后白棋尖的时候 他就压住上面 对 压住是一种变化 也有尖的 尖的话 然后白棋挤是什么变化 挡住是什么变化 这个过程中比较复杂 如果挤的话就是特别复杂 挡的话呢 黑棋就稍微便宜一点 对 这个图我们要稍微介绍一下 黑棋能唬到这一下呢 是稍微便宜一点的 对 这样就没有引针了 对 如果黑棋不敢煎 直接压的话呢 白棋可以先尝一下这个 尝一下这个 你只有接住 然后白棋再尝一下 你还是只有接住 这样的话 你唬不着这一下 这个头它就变硬了 所以一般来说 是不肯这么下的 这个定时我们简单讲一下 因为跟本局没有太大关系 我们还是跟着节奏走 当时我记得李清诚 是特别喜欢下这个棋 但是今天这个局面下呢 他换了 下的是低位 他下的是低位 反正这个尖是不肯的 就是黑棋呢 肯定要从外面去寻找一些办法 这个靠呢 曾经一度很流行 但是这个局面下 可能李清诚还是觉得 被别人搬了以后 接在上面啊 这个可能位置被压低了 还是不舒服 现在确实这个定时呢 选择黑方的棋手 是越来越少了 所以李清诚呢 这盘棋 我估计他也是有所准备啊 对 所幸就远一路 选择的是这个一间低加 一间低加 其实白棋选择率地就不大了 白棋只有进角 好 那黑棋在尖 对 这个定式呢 我相信 有点 稍微有点实力的棋 我们应该都学习过 都学习过 这个白棋一般来说 只有挡 然后在虎上面 上面 黑棋这个时候 虎的时候 白棋也只有斑 这是一个形成定式了 对 局部的一个定型 对 这个棋肯定在李清诚的准备之内 但是下到这儿的时候呢 实际上黑棋两种选择 这个时候还有两种选择 我记得当时我学这个定式的时候 老师告诉我 在这个棋形下 只此一手 必须要把它争了 因为现在此时呢 明显是争子有力嘛 是 是 我这个非常同意你的 刚才那种描述啊 就是在我们少年时期 学习的这么一个过程中呢 老师一定是这么讲的 就是只要是争子有力 这个棋一定要争取把它争掉 当然争子不力的时候 可能也很多人就不会选择这种下法了 可是呢 这个争呢 就有一个缺点 就是以后被别人在这引征 基本上是个先手 对 黑棋还得花一手 对 黑棋还得花一手 坐在这儿 这样的话呢 白棋速度比较快 黑棋虽然厚呢 可是这个也有不满意的地方 就是速度慢了 子都在这边 所以说在这种一个 不满足的这么一个前提下呢 也有一些棋手 就把这个棋下在这儿了 然后下到退 是 我记得 其实这个啊 就下到退呢 就在争子不力的情况下 我们也有下出来过 但是啊 就普遍觉得这个子啊 有很多的活动余地 就算以后 黑棋再花一手 把它加住 但被这两点啊 依然受不了 说得好 确实是 因为黑棋长呢 它的这个缺点 刚才陈寅说过了 就是 这个子有很大的活力 不仅你将来补起来不舒服 白棋将来比如说 这儿一打入 你要是从那儿一逼的时候 白棋什么都不用下 白棋横顶 这棋就直接就连回去了 对 所以这个子 你不能把它争掉 确实白棋有很多的余味 但是呢 它好处就是 你这个变成后手了 白棋的速度 没有刚才那么快了 你现在白棋 可能还是要抢这个 那么黑棋 可能就能抢到这边的大厂了 就是这样的话 上面一个大厂 下面一个大厂 基本上可以看成剑合 这两点 究竟是争吃好 还是尝好呢 这个难有定论 我曾经在09年的时候 我代表这个 中信北京队 夏威加联赛的时候啊 有一场比赛是 我记得特别清楚 第十一轮 09年的第十一轮 我们对中信队 是和这个重庆队进行比赛 当时那盘棋呢 中信队的陀加西 和重庆队的谢鹤九段 就下出过一样的棋 一模一样的开局 当时谢鹤选择的 就是这个场 我们都知道 谢鹤是一位 非常有实意的棋手 对 那他既然肯下这手棋 就说明这手棋 有它存在的这么一个必然性 有它存在的道理 那这个场呢 确实尝完了以后 白棋究竟是选上下哪个大厂呢 也是挺难选的事情 但是黑棋这边就是很难唯控了 这个是黑棋 有所得必有所失 这是必然的现象 他实际上选择这个吃 现在看来是李清成是觉得呢 还是后视重要一点 然后白棋从这边大飞 对 这样的话白棋就不难选了 因为白棋本身这个实际上 就是有先手位的 客观上来说 就算白棋先走 这个黑棋也要补齐的 对 就算白棋不走 黑棋走了 白棋走仍然是先手 对 所以白棋也可以先不走 白棋先走上面的大厂呢 道理是差不多的 正常来说 现在黑棋的下一手呢 就是从棋谱的角度来看 恐怕也就是这个 还是自补一手 后面黑棋对手棋真的有点问题 如果黑棋走这个的话呢 白棋再拆 然后黑棋可能会逼白棋跳起来 对 这样的话也是一局 对 这个或者中央连片 也是一局 这样下的话就是 对双方来说压力其实都挺大 白棋也会担心 黑棋这个已经围着一个方空了 60多目棋已经围上了 但是外面 黑棋确实除了这一块棋也没有别的了 白棋外面也很广 这个棋属于 我觉得属于马杆瓦 两头害怕的那种棋 反正让我下 我觉得哪个都挺难下的 黑白都挺难下的 我们看它实战 对 我觉得实战这个跳 好像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因为本身就有先手味道 这个跳它关键就是说 把自己的选择给变窄了 把自己选择给变窄了 白棋冲 对啊 然后我就顶住 顶住之后呢 这个棋要落后手 白棋虽然它暂时可以拖先抢一步 可是我补完之后 当白棋这个打吃不是先手的时候 是不是您就得补了 对 它现在补棋是要补了 但是你看啊 区别出来了 区别出来在哪呢 就是黑棋现在不能飞了 黑棋如果现在飞的话 白棋这个团打的先手 就是黑棋还是后手 对 还是后手 所以 它就一步把它提了 这个时候您打吃就不是决先了 对 我当然就不打吃了 我现在就拐这个了 但是你发现区别没有 怎样 就是这两个字的区别 对 我觉得好像对于黑棋来讲 我认为还差不多 因为我把这个手棋提了之后 本身我也够厚的 无论我的在这在这 好像都差不多 对 差不多是肯定的 但是就是对于职业棋回来 究竟多少算多 这个是我们要探讨的一个 有点接近于哲学的问题了 就是确实这个题和这个飞 究竟能差多少 很难讲 电子计算机恐怕也难计算出来 有多大的差别 但是呢 质感上来说呢 这个棋如果让黑棋有选择的话 黑棋选择 这可能性大 选择这的话 这边的空安全多了 你提在这的话 将来你比如说你逼在这的时候 白棋真的靠进来 由于这个子挪了两路进去 这边白棋的活动空间大很多 除非你有能力 就是一样把它吃掉 否则的话 如果一旦被白棋这种棋 把黑棋的基本控洗出来 这个黑棋后面的棋很难下 很难下 非常的难下 所以这个就是区别 这个就是区别 如果让黑棋有选择的话 黑棋还是会走这个 走这个以后 其实跳到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对 其实也不着急 确实白棋也没有时间去飞那个 对 白棋关键不会走 这个基本上可以看成是黑棋的一个先手权利 权利 所以他就是让他先跳 就是变换了一下次序 变换了一下次序之后 等于自己把自己的选择权利给删除掉了 他没有选择的权利了 白棋冲完了以后 对 然后再抢一步 在这先引征 黑棋只有踢了这个时候 这是只有踢了 不能飞 然后白棋拐住 这样的话 其实等于绕了一圈过来 黑棋 这个先手本来就是黑棋的 黑棋就等于自己把这个棋选择踢在这 然后这个时候 黑棋也没有再选择 继续的这样对围 选择打入 对 实际上如果他对围 我在想 如果他对围 他觉得这个棋 如果能够把自己的空围住的话 可能这两点就差不太多了 就差不太多 他可能还担心别人会洗入 就担心人家这么进来 对 这个洗入确实宽了两路 很难吃了 你比如说你扳 它一退 你立 然后它就飞飞出来 对 这样的话 本来你比如说你镇住它 但是这地方它一拆二 这个很容易摆出眼位来了 这时候这两个子就差很多了 活动余地比较大 而且这边还有很多先手 像这样的棋 其实在几年前 我们就实战中 职业棋手的实战中 出现的并不多 但是在我们的这个研究的这个时候 还是经常出现的 这两点有本质的区别 看来您平时在给李清诚复盘之中 这个没有研究到 没有 确实没有研究到 但是没有人这么想 不知道 李清诚他下这盘棋的时候 不知道是 前面几招估计是准备的 但这招我觉得他有点 有点怎么说呢 下得太随意了 就是世界比赛的经验 还是欠缺一点 他面对的毕竟是一位顶尖的高手 就是随便的一个先手 他以为肯定能走到的 但是经过这么一个小小次序的变化 虽然走到了 但是也付出代价 这个就不划算了 这个是李清诚他在付一些学费 但是这个进步起来很快 他下一盘棋他就进步了 像这样的错误 保证他一生也不会翻第二遍了 对 只要总结了就好 对 然后黑棋打入 这个打入呢 确实 确实就是比较积极的 比较积极的一手机 刚才这个维控 其实如果能维住的话 倒也不见得不能下 他现在打入这个 就是要利用这个后视来威胁白棋了 但是本身这个打入 被白棋兼冲在这儿 黑棋其实有不满意的地方 对 白棋这个是绝好点 对 白棋这个兼冲到这儿之后 黑棋这边的模样 我们可以看 视觉效果一下 就从刚才的那个六七路的控 变成三路控 对 就压扁了 压扁了 所以这个打入本身风险是很大的 就是他究竟能够在攻击中获得多大的利益 这个是黑棋需要琢磨的问题 白棋兼冲在这儿 黑棋下一手机挺难下的 对 我觉得实战 黑棋的下法好像有点不是特别满意 反正至少我看了 我觉得这个白棋的目的是达到了 我觉得黑棋可能还是贴吧 贴这个 正常的硬反还是贴吧 但确实被尖冲在这儿已经很难硬了 我是长还是跳呢 应该是长 飞一下 那我就震这个 震可能我要跟你拼了 震我可能会飞 本来我想啊 这尖冲两个呢 是怕直接飞的话 会有跨段这些 那这样我其实我觉得 现在我这已经有两个接应 好像坐站起来就没有那么怕了 可能不一定 也不一定 因为它这个字也有用 它这个字对这边也有用 你本手这时候还是跳 还是把自己先走后 这样的话 然后黑棋跳起来 跳起来对 正常白棋可能要补一个 然后黑棋这样下 就是在对白棋这个进行攻击 当然这也很难攻 当然是也很难攻 比如白棋就随便中央走一走 就很难攻 对 我想白棋应该是不怕的 或者就拐头 很难攻 但是这样的下法呢 我觉得会比李星成后来实战好 李星成后面下的有点 出乎大家意料 有点显得还是有点大局观不太够 这个时候 他突然间跑去捞空了 这个后视还是要发挥作用的 这个局部呢 我们看一下手术啊 黑棋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黑棋是十个子 白棋是一二三四五六七 加倍提到的一个白棋是八个子 多两手棋 对 黑棋在这个局部比白棋多两手棋 但是木数却没有白棋多 白棋这个地方至少有八木棋 对吧 黑棋要光数时空数不出来八木棋的 所以说黑棋多了两手棋 加上本身又多下一手 等于白棋外面局部 可能要比白棋 黑棋有可能的情况下 会多出三手棋来的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黑棋必须得这个后视下发挥作用 否则别的地方的这个效率呢 就太低了 会换得很低很低 对 所以这个时候黑棋无论如何 不应该去捞这个空 这个空是最小的 此刻局面下最小的 黑棋要真要捞 可能还不如爬完了以后 去捞这个空 可能还值得一点 当然这样的下也不太好 也不太好 刚才贴一个飞 可能是差不多的一种下方 不过你应该贴 我有可能跳 那跳的话就打入了 我还以为您要挖沾了飞 我想这样我再挣过来还蛮好 这个跳有薄味 这个跳的话 你自己挡下去的时候 也会差很多 你正常还是要长 正常还是要长 跳的话太薄了 这个地方白棋也要注意一点 就是别让黑棋轻易的发力 黑棋如果发力真发出来的话 那个白棋也很麻烦 对啊 因为他这边有后视 刚才那个局面差不多吧 这个飞一下 然后再跳起来差不多 实际上李青城这个爬是让人大跌眼镜 李青城这个棋布局的时候 确实能力还是要弱一点 但这个其实也不奇怪 陈盈 就是他毕竟年龄小 对啊 98年的小孩 对 布局这个阶段实际上是需要一些阅历的 需要一些经验来成长的 只要年轻骑手有战斗力 计算力 只要有这两个力量的这么一个做支撑 他这个成长的空间就很大 而且进步起来也很快 这个秀行先生 腾德秀行先生以前就说过 只要有战斗力 别的什么慢慢的都可以来学习 什么布局啊 什么闪转腾挪啊 什么大局观啊 这可以慢慢学习 但如果没有战斗力 没有计算力 甚至没有战斗的勇气的话呢 这个年轻骑手成长的空间就是很小的 就是不大的 所以他这个棋呢 我们看没关系 他这个确实犯了错误 实际上他跳这个 然后再跳过 我确实觉得这个有点小气 都在三路上 对 这个是坏气 这个空拉扫 昨天天太小了 捞了十几目旗 捞了十目旗 白旗这形成一道大铁壁之后 无形中把黑旗外面的这个后视 就给抵消掉了 对 而且这个局部呢 是大家一人下一手下出来的 就是说白旗并没有说在这 同样的多黑旗两手旗 没有 这个地方手数大家是均等的 白旗外面这三个字 你看是不是就等于是多出来的了 刚才我们可能听一听 还有点夸张 怎么会多出三手旗呢 但实际上走着走着 就是有可能会多出三手旗 对 不知不觉的这几个手就多了 但是我觉得吧 李清成在下了恶手之后 好像朴军环接着一手旗 我觉得不太好 他下的是压一个 其实我想这个时候 特别想震过来 其实也不用震 长一个就很好 长一个是先手 对 长一个是黑旗走要接的 那这个呢 还要飞吗 这个飞也可飞 可不飞 其实 飞的话呢 就是稍微比较安全 但是稍微有点单观 要走实际一点 可以走在这种地方 走这个 对 因为这个旗太长了 六个子 这个眼眉太长了 旗长一尺 无眼自活 你即便飞出来 你也很难攻 你飞比如说白旗再捞一个 对 对 你怎么去攻这个 这像这六个子 我们知道 一个子的出头面 大概只能往前跳 我们看 两个子的出头面 已经可以往前大跳了 这个实际上是我们经常下旗 得到的一个经验 我们不看这个 三个子的时候 就有的时候就可以 三个子的时候 有时候就可以往前跳三下了 有的时候 现在 现在这已经并排六个子了 六个子就可以跳得很远了 六个子就是说 你想怎么封我 也基本上封不住了 就是 人多力量大 这个我这么多兄弟在这 还怕你攻击吗 其实我飞过来 倒不是怕攻击 我是想着 我飞过来 再加上这个星位 是不是我也形成了一道外事 对 你这个思考方式是对的 但是这边毕竟空着 当黑旗如果站到这一点的话 这个子有可能容易落空 这个子不如走在这实惠 这个是思考方式的问题 这个是安全加连片 但是目数的价值来说 不如这个大 实际上确实是 我觉得 全体完压这个也没什么太大必要 其实 即便压完了以后 即便这黑旗顶珠的话 白旗还是要长 白旗还是要长 这个虎头确实价值还是很大的 对 我觉得这个太诱人了 对 这个地方大家吓得 没有什么太大的必然性 因为契合 李清成其实压的时候正常也是顶 但是他虎这个也是比较契合的 结果很长 我就虎住 我特别想 我觉得这个虎一个想法很好 但是黑旗还是 这地方还是有损失 黑旗这个地方被白旗先手立之后 白旗这个变成七个子了 比刚才那个出头面还广 七个子还加三度的一个小尾巴 现在蒸到先手以后 白旗再走在这 黑旗整体来说的布局速度偏慢 对 黑旗就是在这边的三路线上的子 过于太多了 太多了 关键就是他这边取的是市 对吧 我们知道下旗思路要连贯 千万别前后矛盾 黑旗这边取的是一个大后市 已经付出缓慢的代价 慢两手旗了 这边突然间变成去三路捞地了 就是前后的这个思路 一矛盾 对于后面的旗来说 那个是非常负面的影响 这个下旗前后的思路连贯 听起来容易 但是很多骑手在市场中都会犯错误 这一点也是值得 就是电视机前的这个旗友们 值得去警惕的 看一看自己下旗 有没有犯这样的错误 像这盘旗明显 当白旗走到这的时候 现在白旗外面有四手旗 黑旗如果攻不到白旗这块 只能自己去唯控了 但这么下的话 这个明显被动了 对 现在呢 黑旗逼住 就是觉得这个后市 总得要发挥点作用 总得要为点控 就是我们常说 后市不为控 但后市也不能等于零 对啊 你要如果都没控的话 那这个效率没有 那你就得吃旗了 是 你得吃旗 但是眼一看 这个旗确实不好吃 白旗周围最主要是 也没有孤旗 对 白旗这个压退掌下很舒服 黑旗只有接 黑旗这旗 要能长就好了 长的话呢 被断一下 对 但这个肠被断呢 我觉得 然后我立一下 看您挡哪边 这个很难言 你这一立 敢走这个吗 那我挡这个就太小了 对啊 我契合要挡那一个 那我就拐 那您上面这个头就是软头了 那想吃我只能连斑 只能连斑 然后吃 对 但是这个旗呢 确实有点过分 对 打吃 这个就被黑旗打 对 现在关键是拐 这个不成立 要是这附近有一个字 拐就能成立 我现在只能顶 顶的话 那我这旗我觉得 就跳一跳 是不是就行 对 也可以 对 确实 你可以这些都先不交换 直接跳 就下到这个时候 就是拐了您连斑的时候吗 就这样 对 这个时候 就这个时候直接跳就可以 直接跳 如果我再补齐的话 实际上 那效率 已经不便宜了 对 这个很痛苦 这个地方味道不好 确实很痛苦 所以它实际选择的是接 但是这个接的话 其实我们看 刚才这个旗一拆 本来是拆四的原则去的 现在被压退两下 只有拆三了 这么大的后市 只拆了三格 为这点空 显然效率是 不怎么开心的 对 非常一般的效率 这个太窄了 就想着 如果能拆到白旗的位置上 还算满意 对 这个旗白旗煎一个 下到现在的时候 黑旗布局失败 这个旗很难下 可以形成面临的难局 是大飞 大飞倒是挺有气势的 但是实际上效果 我觉得可能还不如小飞 这大飞始终是薄的 大飞将来 白旗这个扳出来的味道是有的 白旗就算不扳 这个是先手 对 黑旗还得补回去 对 所以它还不如直接走这个 走这个白旗以后 要靠的话 它不见得退 它可能是扳的 刚才走成这样的一跳 那黑旗只有赢这个 那如果这么说的话 我这个是不是应该 先给它找个时机 要交换掉 因为这边走完之后 我觉得白旗如果再连片 是不是白旗的空 就是踏实一点 对 那这个先手 白旗走到的可能就很大 现在总之 黑旗的实控出问题 就是黑旗 我们看黑旗这个提一朵后 是这边唯控的效率并不高 对吧 只有三格 那么这边实际上 黑旗的效率也很一般 全都是坐在二路上 那当初付出的 两手旗的这个速度代价 现在慢慢的要付出了 要显现了 白旗这边速度很快 效率也很不错 这样的话 黑旗是难局 就是黑旗不好下 实际上 李星成是加这个 加这个 加这个我也不太赞同 他觉得自己的空太少了 可能想把这个空的平衡 对 但是这个 拉近 这个旗呢 还是有点太保守了 还这个 要利用后市的话 还应该点在这 李星成估计是意识到了 自己空不太够 但是这个地方 不是掌控的地儿 实际上中央 如果能做出点东西来呢 才是把局面追平的 一个好的途径 这时候黑旗应该点这个 那我想白旗可能会粘上了 我现在就不要往下加了 不要往下加了 我就往上跳 那您说了 旗长一尺 无眼自活 那我又往中间 就这么下 慢慢攻他就好了 其实我们放弃了 这个地方的空 我们看 放弃了边边角角的 这个二路的空 中央这个 其实也是有潜力的 而且白旗这块旗 如果是在攻击中 被变薄的话呢 实际上对这边也会有影响 对整个大局都会有影响 黑旗后来实战 虽然捞了一点空 但是白旗变厚了 不仅中央的潜力没有了 当黑旗再去打入白旗的时候 那个局面也是变得非常的困难 这个是他的问题 这个无论如何要点 中间的空感觉总是不太好围 因为这么跳一跳 感觉这个口实在有点太多了 不见得非得去围 你虎一个 刺一下 那就沾上 就跳一个 就慢慢地牵制住你就可以 也不见得说非得围住多少 总之让白旗这块旗不活 黑旗其实已经有收获了 白旗这块旗不活 白旗就得花单关在这边走起 黑旗借着攻击他的这么一个调子 就再去打入白旗 也会有很大的收获 而黑旗相比于实战 黑旗不就在底下少为了几目旗吗 对 黑旗所付出的代价实际上是很小的 后来白旗之所以形势越来越好 就是黑旗在这地方围得太小了 黑旗始终就是眼光没有打开 就是在一个局部在老袋下棋 这个是他的问题 对 主要是其实也是黑旗 因为这个开始在布局上好像落后了 所以他这个幕术上始终就觉得好像不够 有压力 所以他要追 有压力 但追的当然也不对 这个旗走得太小局了 这个地方本身的空就有大非 你即便全围住也就围着十几目旗 这个旗太小了 这旗现在不能再往三路走旗了 我们看看 得往四路上 对 得往四路五路 得往上面走旗 现在还拼命地才从三路去捞空 这个旗肯定是越来越难下的 旗盘会越来越小的 对 现在白旗冲断的是想考验一下黑旗 这个黑旗也没什么考验的 只有走这个 也不能接在这 接在这被挡下去先手了 但是白旗这个有好处 打吃完了以后 这里面这地方有点一下的先手 点完了 从这边进行关子的时候 会有一些所得 对 总是有好处 往中央跳一个 对 这时候差多了 这时候你想 如果这个旗子在这 它要跳的话 直接咔嚓给它断掉了 这差多了 现在在这 现在变成吃这个 这等于白白地下去一个头 黑旗不满意了 黑旗长 然后白旗沾上 对 白旗沾这时候我没看懂 这个时候我觉得 跳起来 对 我要看到李仙城的话 我肯定还是要质问他一下 这个旗怎么能往下拐呢 他觉得目数大 太小了 这个往下拐 这个地方 这旗无论如何要往上跳 跳 其实白旗也不可能 也不可能去下来 白旗不可能往下冲 白旗肯定得靠住这个 黑旗就算长一下 然后白旗还要沾上 对 哪怕现在这个时候再拐回去 也比实战要强得多 要强得多 这个地方的空已经抬起来好多头了 关键是跳了这几下以后 把白旗的眼位给跳没了 比如说白旗你现在要往下拐 黑旗就从这么跳 甚至于这么飞过来 白旗这块旗的眼位 跟等会我们看到实战的下法相比 那个差远了 差太远了 如果这么下的话 这个旗比他实战要好得多 对 这个旗我真的是没看懂 对李仙城这几步旗 表示要批骗一下 批骗一下 这旗拐这个没有围几目旗 黑旗 被白旗这个扳了长之后 这个眼型几乎就摆出来了 关键这个头还是软头 以后被夹一下难过的不得了 就算你这个再走一手为空 这以后被一大飞 你就围了没短 围了十几目旗 画个后手 这个太不划算了 对啊 还帮白旗都给走活了 这个时候黑旗的形势越发的恶化了 所以他要忙着赶快去破坏 这是胜负手 但是白旗这个尖也很厉害 黑旗这个旗 想活旗好像也不是 还真不是那么容易的 对 直接这么拖着活好像有点困难吧 它拖的倒也不至于很 不至于死 拖完了大概是连斑 但连斑这个旗就很损 白旗把这个子吃掉 白旗就把这个子吃掉 打一下 打一下它肯定是提的 现在它肯定是提了 那我这时候可能 那我打一下跳出来 大概会下成这样 我觉得李星成可能也考虑这个图 跳出来他就把这一吃 这样的话 这块旗肯定是大鼓旗 你比如说你不管怎么往外跳 白旗可能就手个脚 那这样的话 白旗这两个脚也够它的 虽然是破了中央这点木 但是这边很损 很损 白旗这两个脚一下变成铁控了 这样下的话 黑旗确实还是不够 而且黑旗还是很薄 将来白旗什么时候 从这穿出来的时候 黑旗中央这个地方还是很薄 关键是黑旗现在把白旗 已经装成铁厚了 没有它这个 在厚薄的问题上 黑旗已经完全属于被告的一方了 对 所以黑旗如果是一局就往外跑 肯定不行 对 所以黑旗一看 这个直接坐活不灵 那还是寻求一下这个转换 我觉得现在我们中国的小旗手 就是在这个方面 好像是他们的强项 对 他对战斗的意识比较敏锐 知道什么地方该站 什么地方该闪 他也不是一条道走到黑 对 但是眼下这盘旗呢 确实很困难了 已经很困难了 因为黑旗在前面犯了好几个大的错误 大局上的错误 现在被白旗打吃到这儿的时候呢 这个白旗整体来说 占有非常大的主动权 脸他就挡住 这旗也没什么 让他现在开节 对 开节呢 就是没有劫财 白旗提的时候 黑旗这个托并不是劫财 像这个局面下呢 我们旗友们要吸取一个经验 就是这个旗提掉超级大 不要小看这一个一路铺 跟那个旗的交换 这个对黑旗来说是非常损 是巨损的一个局面 对 黑旗的眼位好像马上就小了很多 对 损失一手旗 这个节呢 就是对于黑旗来说 在今天这个局面 他觉得他确实没有节了 他只能找这个节 没办法 只好这样 但是这个旗整体来说是不成功的 对 而且白旗主要是还有节 所以黑旗可能损节 也一般来讲也不愿意打 是 我们看白旗就长 黑旗接 对 这时候白旗立一下很舒服 白旗立一下 黑旗是不能挡的 黑旗为什么不能挡 黑旗如果挡的话 白旗吃这个是有先手味道 对 好像还是先手 这里面是大猪嘴 是大猪嘴吧 对啊 不是大猪嘴 爬你可以拐吃住 但是这个旗是打结火 还是要补气 所以立的时候 黑旗气和要接在这吧 现在然后白旗跳进来 黑旗跳出来 对 这个时候白旗搬黑旗搬了 这个作为你 黑旗确实在白旗脚上 走出点旗来 但是作为代价呢 白旗这一搬的时候 本来搬黑旗是可以断的 是没断的 那现在不能断了 现在白旗这么一打吃 本来我是可以尝了尝 这几个有问题的 你现在尝的话 白旗就从这打吃就行了 现在主要是这一块负担太重 白旗这打两下 从这一飞进来全死了 这旗直接就下完了 下来这肯定不行 对啊 所以这个搬的时候不能断 对黑旗来说是很痛苦 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黑旗现在只能先补活这一块 对白旗跑一下 跑一下接这个 这个其实对于局部来说 还是先手 同样现在黑旗还是不能断 黑旗断白旗打两下一飞 还是死的 对所以黑旗特别痛苦的 是要用这个尖 这个太痛苦了 实在是太痛苦了 白旗唬一下还是先手 这顿搬一下也是先手 你得硬 我们看啊 确实黑旗在这儿 破了白旗的空 收获还不错 但是黑旗这地方 引以为豪的最大的一个空 也被白旗给破了 整体来说 黑旗在这个地方 所得非常有限 对 末竖上其实没有什么实际的所得 这时候白旗还是先手 对 接到这儿 这时候其实李青春是输起 形势是不好的 我们知道结果是很不错 赢了 但是下到这儿的时候 白旗的优势其实还是很大的 然后黑旗把这个吃过来 对 这个吃还是要 末竖还很大 末竖也很大 跟眼形 跟后包都有很大的关系 这个确实要走 然后白旗抢了这个 这个是第二大的 压一个 顶住 这个时候白旗形势很好 然后现在他掉这个 对 掉这个 其实就算白旗硬一个 黑旗形势也吃紧 也很吃紧 对 白旗还是要先 先让黑旗当官走几个 想着一会儿再 是 手回来 白旗这手旗 就是作为 因为朴婷环 确实也是很优秀的一个旗手 他也不是说一味的退让 他也知道自己这时候形势很好 离英旗不是很远了 但是这个时候 确实当黑旗走出过分的手段的时候 他还是能够有这种 很强烈的手段去反击回来 就从这一点来说 确实可以看到这一位优秀棋手的这么一个素质 对 有大师风范 不是 世界冠军 对 高手不是曾经说过吗 无论多么优势的局面下 都应该是当前局面下最强的应对方式 不应该的说我现在赢了 我就缩手缩脚 害怕这个又怕那个 这样的话就是没有大师风范 对 这个追求呢 是很多其实前辈的棋手都讲过这个追求 就是赵志勋说过 永远都是追求当前局面下的最强一手 哪怕这个其实赢20目了 但是经过计算呢 这个手段只要可以成立 也要去追求 也不能说就退而求其次 秀行先生呢 就是更说过比较深刻的话 秀行先生说 说他曾经觉得呀 下棋 下棋就像两个人在分蛋糕 分到51%的那个人呢 就赢了 但是他认为下棋不是这样的 他认为应该竭尽全力去分越来越多的蛋糕 虽然我分到51% 我赢你颁目了 但是这个不是下棋的一个本质和真理 他认为的围棋 他的围棋官呢 他认为围棋的真理就是 要追求自己最大的潜能 要去把这个棋盘上的每一招呢 都下到极致 我能分到70% 我就不分69% 是这样他的一个概念 这些话呢 都是很经典的话 确实作为职业的这个优秀棋手 他要赢棋呢 是很想赢的 但是他不是为了只赢这一盘棋 是吧 他要追求自己人生中 这个所能达到的最高的 这么一个极限的目标 所以就必须得有这种棋出来 经过计算这首棋 确实可以成立 实际上客观来说 李星成被这一首棋呢 也搞得很麻烦 对 但是黑棋还是 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局面下 确实是黑棋不太好 所以他仍然啊 得是拼命 是 那这个拼命呢 其实我看就算白棋 从外面压住 黑棋也很困难 是不是能活也不一定 当然他实战 平等环加这个呢 就是已经有点 要收兵的意思了 就是说吃了就可以了 不用说再要求吃的太大了 对 然后白棋 黑棋冲 冲搬住 这个很凶狠 现在其实这个时候 我估计李星成 可能还没意识到 对手要吃上 现在这个棋呢 作为黑棋来说 如果说不想死 黑棋可以考虑走这个 黑棋可以考虑拐一个 看看白棋 是不是问一下 白棋的态度 挡住 对 如果挡住的话 这个棋说明 白棋就不想吃黑棋 对 这一般就连回来 但是这个冲一下 确实很损 白棋可能就接住了 然后再虎 你虎一个 白棋就把这个扣吃住 这样黑棋实际上 没走到什么东西 在过程中呢 把白棋的外围 还撞得很厚 所以这个 从这么一个结果来看 白棋这个防止 这个黑棋掉的手段 还算成立 整体来说黑棋亏了 如果这么下的话 双方差距在拉大 在拉大 但是毕竟白棋 毕竟黑棋活了 这个可能相比于实战 可能还是这么下好一点 后来李清童在这个局部 等于 我觉得他可能 他没有想过 然后白棋 白棋会断上来 对 白棋这个地方 他可能觉得白棋 本来也是尖 那他就没有必要 做这个俗手的交换了 但是没想到 白棋直接断了 这个断确实是超级强手 这个断上去以后 看不到黑棋有活路 那黑棋只能这样吃 我们看 如果黑棋现在 如果对 从这儿吃的话 从这儿就这么拐冲 会是什么情况 然后再冲 是不是就退了 就挡住就行 挡住啊 挡住也行 你打吃他就拐 然后再打这个 你再打吃他就长 那长了之后这边 对 我们看现在 其实你这个打吃也是牵手 都给你走着 可是没什么用啊 立下来 走着就肩过来就行 肩过来 你这个吃肯定都是 只有一只加盐 是啊 现在无论这个情况 你怎么吃 好像感觉都是一只假眼 你吃它就都吃这个 对啊 这样的话 这个棋是活不了 确实是活不了 这个我觉得 也可能是以前是没算到 但是也可能是 他就是算到了也没办法了 就像在这个时候 已经他说了不算了 对 这个确实是黑棋的难举 还有这儿的黑棋难举 被白棋断到这儿的时候 黑棋已经接近崩溃了 这个局面 但是围棋就是这样 其实赢一盘棋不容易 输一盘棋也不容易 就算死了 其实黑棋也不输是吗 输还是输 输还是输 但是呢 就是对手也会犯错的 他是谁冠军 但他就不犯错 人不是神 谁都会犯错误的 下到后面 我们都知道 为什么会逆转了呢 我们这时候确实要 反而要集中精力要看 对啊 然后黑棋什么时候冲过来 黑棋这个冲呢 实际上套用一句俗话 就是死马当作活马医了 这个局部反正也不行了 对啊 那这个直接冲都冲不活了 那就在边上看看 能不能追求一点 白棋实际上 白棋我看实际上就搬 黑棋也没看出有什么办法 你现在这么打还是不行 从这边打实际上也不行 也就是搬一下 搬 搬一下 白棋可以这么下 白棋就接上以后 等你接上后再见过 能逃回来两个子 对 更好一点 它实际上贴这个 这时候呢 我觉得 朴棋环开始有点缩手缩脚了 有点谨慎了 压一个 压一个 然后走这个 时间往外长也没事 我是觉得朴棋环这个地方 下了几步棋呢 都看不太懂 尖 尖的时候 白棋先过 确实如果就这么下 也没什么事 黑棋还是要输 白棋现在这个下法呢 都是最谨慎 最谨慎的下法了 这就是刚才说到的 就是在任何局面下 都应该是 当前局面下最好的 对 这个是他的问题 朴棋环在这下了问题 搬了一个 搬了一个 对 这个时候 白棋沾这个 也挺奇怪的 一手棋 对 这沾其实是我 没看懂的 白棋应该 要补齐是要补齐 要不然这个沾 一粒有点齐 对白棋应该团 团到这 团这个好一点 那黑棋退 退的话 白棋就是先手了 白棋可以走别的了 黑棋要想沾手 黑棋只有走这个 走这个 然后白棋补在这 这样团到一下 外面的气 对黑棋来说 是很不利的 我们看它实战 后面的精彩 就是真正的精彩 是从这开始出现的 是 我们大家可能都知道了 这盘棋是图龙 但是图的哪块龙 我想大家绝对想不到 这个时候 其实作为李清腾来说 已经把所有的目标 都集中在对这块棋了 要不然黑棋 这个不又是单关吗 但是显然 我觉得白棋 并没有意识 对白棋也是比较有信心 爬这个 爬这个 然后点进来 对 从这个点开始 就是黑棋开始动脑筋了 但实际上白棋 这边防守的还是很好 其实白棋 如果有意识的话 白棋随时 我觉得他都可以补活 但是他都抢这个爬 正明确实话 其实真的就没有 这局确实是不会死的棋 他抢这个爬 一点问题没有 我们看这个局面 走成这样的话 黑棋其实没有可能吃掉白棋 对啊 这是一只铁眼 这边肯定也是有一只眼 飞的时候白棋 先尝了一下 对 这个确实是先手 这个关子 白棋飞到这的时候 这一只铁眼其实已经做出来了 但后面的局面确实超级精彩 贴一下 贴这个 退 然后虎这个 这个时候实际上白棋 这一只铁眼已经做出来了 对 我们看 所以现在黑棋开始 黑棋现在搬这个 对 利用 你这二棋虽然活了 但是我有很多节材 我就要欺负你一下 对 白棋还是先打开 这个实际上本身来说也不是什么能成立的 这个斑看上去是劫财 白棋这时候其实团住就行了 这是一只铁眼 这是肯定活的 冲的话就留下隐患了 冲以后被一挤 局部是不活的 但是黑棋提一下节 白棋就忍耐 但白棋现在还是不会死 黑棋打吃在做准备工作 这个时候白棋只要把大龙补活 还是可以的 对 他把这吃了就完了 就把这个吃了 你吃它就算提 只要把大龙补活 黑棋还是要输 黑棋整体一直在亏损 结果白棋这个提节是摆着 终于给了黑棋 这个千载男朋友 我估计团队好像在这 是看错了 或者是大意了 前面该追求他没追求 这地方不该追求他又追求了 还又追求了 这几近了 这个了不得了 图雄避现 这时候白棋已经死了 这时候已经死了 没有出路了 这个肩在这 我们看就是当出现机会的时候 这个李清诚小小年纪 抓机会的能力还是很厉害的 吃 因为他都已经准备好了 这个棋就是 这打吃的时候 特别意外的一点是什么 这个地方居然连挣扎的余地都没有 这空间已经太小了 人家都说棋长一尺 无眼自活 这棋我看得有两尺长了 但是还是不行 是因为黑棋太厚了 这棋一点挣扎的余地和空间都没有 贴在这 我看这棋全都是躲在 全都在铁皮上 对 都在黑棋最厚的地儿作战 像这种棋都已经开始是一种 没什么意义的棋了 没什么意义的棋子打住 这个虽然也是死马当活马一 但是和这边是显然不一样 对 这个时候黑棋突然间就逆转了 本来特别困难的棋 几步棋就逆转了 现在这 这个其实对于黑棋都是一本道 黑棋都只能这么下 我们看这棋 白棋估计在下这些棋的时候 都是在调整情绪 实际上 跟上次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对啊 这时候我想这个朴婷环的脸得有多红了 就断黑棋的棋 对 这接住的话 在这个局部形成铺跟爬活是建核 对 黑棋这块棋虽然被断开 但是安全的 这一个铺 这一个爬 然后白棋立的时候 黑棋冲一下 一白棋提 然后再一间 这块棋也是活的 对 因为这个打石是结不归 结不归 然后这个地方的眼位足够 这个子还发挥作用了 大龙就这么被杀了 实在是有点太不可思议了 因为觉得这块棋是怎么都不可能死的 如果说是在提前棘手棋的话 我想让大家猜 大家也猜不出来 其实我也猜不出来 眼位这么好的一块棋 怎么可能 对 围棋还是很神奇的 什么事都会发生 但是李星成能够杀的这块棋 也确实是很敏锐的一个胜负感 非常了不起 那这盘棋的主要的胜负处在哪呢 胜负处 应该说就是 不会就是 我觉得朴棋桓他可能在这个局部 不会这个爬吧 没关系 爬一个也是活的 就是搬的时候团住就好了 其实 搬的时候团住 这是一只铁眼 现在这个局面下 他为什么做不活了呢 就是这个被挤住 这个被挤住 你现在团的话 他可以抱吃进来 他可以抱吃进来 你不管是粘还是提 他都在这一扑 等于你这个局部 本来一只铁眼的地方 一不留神被掐住了以后 发现竟然不是眼 我觉得朴棋桓可能在这出现错觉了 对 最终是李星成中盘获胜 好 这盘棋 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 再次感谢两位高手的精彩点评 我们的文评论到 到这里 要和大家道一声晚安了 骑行天下 骑了无穷 各位稀友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